看电梯吧 更会打琴骂俏 比大白给你更多的拥抱 比机械机更妩媚多娇 比多拉A梦解除更多困扰 可一想到自己爱上的 不过是一堆别人预设的代码 它对我的甜蜜与理解 也不过是冰冷的大数据分析结果 就不禁毛骨悚然 泪绝不爱 所以爱情该怎么定义 它的边界在哪里 是依赖和迷恋的感觉 还是数铃数肉 那个世间唯一的存在 在座的人类智能 你们说爱上人工智能 算不算爱情 好 那陶平先 然后花心 然后我 按照这个顺序的话 我猜对面 我很有可能就对上女子 但听说如今正好 没有睡好 我休息都挺不错的 这次我可能也走过心吧 可能 我上次对直达 然后放弃了齐齐 我放弃了齐齐 上次我觉得他放了我一马 所以这次我觉得他一定会找不回来 就好了 胡达加油 你只要表现得跟上次一样好 我一定答应 我这次就不会齐齐 我小时候也抱过那个小霸王进屋穷啊 就睡觉 所以我对那小霸王 不是你再说一遍 你抱抱一个游戏机睡觉 背着游戏机睡觉 对 我就是有那么喜爱 真的是爱到那个生存 我平常生活中打电玩的时间 其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多 从某种 感谢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 废话就像头皮屑 消灭就用海菲斯 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手机的大力支持 爱上人工智能 算不算爱情 这题我们真的是讨论了 差不多快两年了 今天终于搬到现场 我们一直很犹豫这道题目 因为界定非常模糊 边界不知道在哪 但是我们就按各自心中的理解 去辩论这道题目吧 爱上人工智能 正方是艾力 颜如京 四汉你今天造型很可爱 人工智能造型 人工智能 然后坐在这 哎呦这三个人好无聊啊 无聊啊 旧花西还略有姿色 所以这是正方 膝盖也很白 哪儿 旗带 膝盖 膝盖 膝盖也很 这我浑身都很白 我觉得这要是凡野或者将咱在现场一定会 就哪怕露出一点大家看一看呢 对啊 花西露 花西有啊 你有的你有的 你有的 你练了这么久 花西 你有的 练了这么久了 花西 你练队对厮杀 三二一 爱丽对黄浩平 又对上 颜如京对花西 江四大对黄智忠 别着急 现场一百位观众 红蓝剑 你们心中爱上人工智能算不算爱情 请投票 三二 停 四六开四六开四六开 在开始之前我们问一下小松你是你自己的真实感受是算爱情吗 好别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康永哥呢 啊 也是一型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话呢 当然算啊 算 我觉得这没什么 给了我们赢了 要不是黄之中坐在那我觉得没什么可变呢 哦 你把康永哥当成了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就是爱上了一个银色的东西 他也是爱吧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爱是一个特别主观的东西 嗯 就是说我爱上了任何东西都无可厚非 嗯 要是别人的太太呢 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 作为爱情有什么可厚非的 嗯 没有任何一种爱情值得嘲笑 哦 所以老罗其实是站在算爱情的正方立场是吗 对对 好 那返方各位啊保重 先从返方开始是吗 华和平一变 对 好 华平加油 刚才男神讲了 他说爱任何东西它都可以算爱情 可是如果情感是真的 真心就算爱情的话 为什么以前奇葩说要变 父母催婚是爱还是变态 很多情感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别 它未必是爱情 为什么我们会爱上人工智能呢 因为人工智能像人像那个刚才小片里面看到的云端情人贺里面的还有机械机里面的人工智能都有像人的这个部分 像人这个部分被爱上 我个人有非常深切的经验 因为像一个人而被爱上 我在台湾大家都说我像 吴清风 这个很多人都在网路上面都劝我说不要在奇葩说上面在模仿吴清风 所以今天呢我决定不理他们 模仿吴清风这件事情让我在模仿节目上面声名大噪 我瞬间啪哭了起来了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好多人想认识我 在这么多想认识我的人当中有一位学妹 特别可爱 她对我特别有兴趣 于是呢我就顺理成章的跟她发展了一点小暧昧的关系 那她通常看到我就会说 学长 学长 你可不可以模仿吴清风唱歌给我听 然后我们的生活呢就充满了许多模仿吴清风的段落 像是她会问 学长 你在乎我吗 我就得这样回答她 然后她又问 学长 学长 你想我吗 我好想你 好想你 却欺骗自己 棒棒的 基本上我们的生活是被吴清风二狠狠地填满了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后来一群人去唱KTV 在KTV里面我唱了一首五月天的歌 学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哈哈哈哈 这说明什么 学妹对我的爱是爱吗 是爱吗各位 不是 这个爱她爱什么 她爱吴清风 她爱不到吴清风 她得不到它 她想得到我啊 各位 我模仿吴清风 就跟人工智能模仿人类是一样的道理 对 我对我的学妹来说 我就是一台搭载 吴清风APP的人工智能 移除掉之后 我什么也不是 她不会爱我的 各位 仔细想想 你们可能这一生当中 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 去跟人工智能相爱 可是你们在人生的路途上面 在爱情这条路上 会找到很多替代品 人工智能 为什么会被爱上 因为我们爱不到人 我们就去爱人工智能 我们得不到最好的 我们选择次好的 这叫什么 叫将就 将就不是爱 将就是因为你无奈 所以爱人工智能不是爱 谢谢 跟他PK的是艾莉 是我 祝你好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你刚才模仿得很棒啊 但我想 就算爱上某个人的相似品 就不算爱吗 今天有这么多女生 她们都特别喜欢送中机 我知道 对吧 如果现在有个男生 长得特别像送中机 性格也挺像 而且他在你身边 你会去追吗 你会去追吗 来 请你站起来一下 他们是这个现场 长得最像送中机的 可以吧 大家会去追 也会爱上 所以这也算是爱 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否决掉 好 回来到我的观点上 我们来想一下 各位朋友 谁 会去爱上一个人工智能呢 如果说你有活生生的人 可以去爱 你的情侣非常的理想 你会去爱吗 你肯定不会对不对 那什么样的人 会去爱人工智能呢 就是在情场上 已经绝望到无以复加了 没人理他 没人看他 连句话都不像给他说 这类人是什么群体呢 没错 宅男 不是像我们直中老师这样 玉树临风 分流倜傍 口才好的宅男 不是这样 是啊 那就是你自己 像你这样 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今天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了解 宅男的生活 我给大家讲一讲 真的是每天除了电脑以外 根本就不跟其他东西交流 他也不是不想交流 他是害怕 这类人不占少数 那你说如果我拼尽全力都找不到另一半 有个AI能陪伴我 能照顾我 或者能理解我 你为什么要否定我起码有一点点爱的权利呢 我知道大家会说 艾莉你这不是爱情 你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爱情我们定义才算 那我想请问 爱情的定义一直是固定的吗 在最早的时候 必须你是门当户对 才能算是真爱 门门当户不对 必须拆散 后来我们说 跨种族之间不能有爱情 现在一个跨种族爱情的结晶 是美国总统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接受一个狐狸 爱上一个兔子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是特别好 对你就鼓鼓掌好吗 谢谢各位 谢谢 所以爱情的定义是流动的 在阿凡达这部电影里 一个人类爱上了外星人 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体之间 有了爱 那我爱上一个人工智能 为什么你就要去剥夺我的权利呢 我们现在的人类其实也就是 人和人工智能的合体 大家离不开手机 手机就是人工智能 24小时在你身边 他没有想站立你 而未来人工智能和人类 也是一个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未来 所以既然是两个和平的种族 为什么不能有爱呢 非常感谢 你让他骑你一下 好 骑吧 好 爱丽哥哥 我89年的89年的 没事 我跟你童年啊 会这样子啊 什么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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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没人吧 那来没人吧 那来 二十八九年结婚了 好 好 首先呢 刚才爱丽哥哥讲到说 现在的人工智能非常进步 也许也会有生命有灵魂 回去爱人 可是我们今天的遍题是 爱上人工智能算不算爱 所以是我单方面的爱 跟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 那更好单相思算不算爱情 单相思算不算爱情 这今天不算我们的讨论范围 我告诉各位 刚才他提到 特别寂寞 走投无路就去爱 我问你 如果你没有钱 你很穷的时候 你会去抢劫吗 没事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去赚钱 而不是抢劫 对 我们找不到爱 应该要去提升自己 而不是去驱咎自己 各位 不是这样 我必须你解释一下 一般人如果我能去找 我们都去找了 今天我们 我刚讲了 是绝望的人群 他们不是不想得到爱 他们不是不想有人关怀 是真的没有人能去给予这份关怀 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剥夺走我 这个没有用的 没有能力 找另一半人 一份爱情的权利 就这么简单 难道做不到吗 各位 你们看他讲的跟我讲的部分 我充满希望 我今天提升自己 我能够找到另外一半 可是 如果说我让自己低落 一直低落 只能去找人工智能的话 那么这不是爱情 这是一种饥渴的需求 对 对 好 现在停在了正四票 所以爱力胜出 爱力提到的两件事情 我相信我听得很清楚 她说这是一个生命体 与另外一个生命体之间的爱情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让人工智能被认可为生命体吗 既然你问到我觉得科普一下还是重要的 啊 人工智能今天到了什么地步 对 这个总是大家可以基本上了解一下才能辩论嘛 对 要不然的话大家有的人还认为人工智能只是去模仿人类 这个远远不是那个问题 好 这样 双方用各处的时间去说服观众你们的边界 好 所以刚才是爱力胜出 双方二变是谁啊 我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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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先解决爱力一个很可怕的误区 叫做宅男既然很难得到爱 所以他跟电脑谈恋爱 我们也勉强称之为爱 什么意思 我见一个很穷的人买不起快到飞起来的vivo手机 你给我一个假的模具 你就说这就是真的手机了 这是不合理的逻辑对不对 第二个 其实今天人工智能它到底有多先进 我们都不用害怕 哪怕它今天真的进化的跟人类完全一模一样了 但是它跟人应该还有一个区别 叫做它至少是可被调控的吧 可是逼人不才 我们今天就来谈论一下什么叫做爱情好了 我不敢给爱情下定义 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 我好像了解一些东西 首先我认为爱情第一个最迷人的地方叫做不可控 是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去设想很多自己会喜欢上人的样子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出现在你身边 它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你身边 它会有什么姿态出现在你身边 这些其实都是不可控的呀 你会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个人 他出现的时候可能与你的想象大相径庭 甚至完全不一样 可能就是爱情美妙的地方对不对 可是你爱上一个人工智能呢 它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按钮 它的性格 它的外貌 你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设想去调控 你今天想要一个鼻子高高个子高高的 你就可以把它设置成那样 你今天需要一个脾气温柔的 你就可以把它的性格调成一个温柔模式 哪怕你偶尔需要它撒点小野 你也是可以去调控的 可大家想想看 这种完全可以被你自己调控的爱情 真的是你的爱 真的是真实的爱情吗 我觉得不是吧 其实不光是AI 我们哪怕是跟真实的人类谈恋爱 如果一个人 他要求你按照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去跟他在一起 他要求你按照他喜欢的样子跟他相处 你们觉得这是他真的爱你吗 爱情最美好的不是你的样子我都喜欢 而是我们俩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样子 出现在彼此身边之后 慢慢磨合成最适合彼此的样子 我觉得这是爱情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二个条件应该是 爱是含有苦涩和嫉妒的 因为我们回头想想看 古今中外所有标志爱情的东西是什么 西方丘比特的剑 那是一种武器 它会戳穿人 我们现代爱情里面的玫瑰花 它有刺 拿到手里它会疼 巧克力 它苦乐参半对不对 所以爱情它可以在甜蜜当中滋长 但是它一定是在痛苦当中才会变得深刻 你们想想看 你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最爱那个对方的 是不是有一天它突然没有怎么理你 你自己在深根半叶很揪心的时候 你突然意识到 原来我这么喜欢它 那我们想想看AI是 你跟AI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它会让你痛苦吗 它好像不会 因为它对你的忠诚度是百分之百 它从出场的那一刻开始 它就被设定为对你终身忠诚 它就被设定为要对你百依百顺 哪怕它想对你发火违抗 那也是你可以调控的 因为它如果实在让你很讨厌 你可以把它关掉嘛 但我们现在杀人还是违法的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爱情 那第三点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包含责任感的 那所谓两个人相处 我们俩在互相承诺彼此的时候 会给彼此一身的承诺 是因为我知道 你跟我在一起之后 你可能会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你可能要放弃之前的一些过往 可是AI呢 它没有之前的过往 它只有出场设置 它这辈子不可能离开你 因为你是它的唯一购买主 所以我认为 真正的爱情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但是至少至少 爱情要包含不可控 爱情要有忌妒有痛苦 爱情还要有责任感 人工智能再怎么发展 它都是我们人类 所想象范围之内 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可爱情永远是超越 人想象范围之外的一种惊喜 所以我今天不敢妄言 我爱上人工智能就是爱情 我只能说那是一种 我强烈的情感寄托 至于爱情是什么 我觉得还需要 让我们未来无数倍 不管是在诗词当中 歌曲当中慢慢探索 才有可能得出答案 我不敢妄言爱情 是因为我足够尊重爱情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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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真的是春天来了 感觉真是沐浴在鸡汤里 好 所以正方二便是 如今 如今 这题从我拿到那一天开始 就特别烦 昨天整夜都没有睡 从来没有一个变题 爱丽说这是她最想弹的变题 这是我最不想弹的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这题弹的是爱啊 还要我定义什么叫爱啊 我真的不知道 刚才花心 告诉我们三个爱的定义 这是她体会出来的 三个爱的标准 刚才罗老师又提了一些爱的标准 这都是爱的标准 其实爱的定义有很多种 她认为刚才她要的那些东西 是AI没法给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要的东西 就是安稳 安全感 陪伴 这些就是AI能够给的 如果这些是AI能够给的时候 是不是说她要求的这个AI 就是她的爱情呢 也可能是 漂亮 所以这里的分歧只是在于 大家对爱情的定义不一样而已 但是这道题目到底算不算爱 我觉得最纠结的不是爱情的定义 毕竟这东西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跟人工智能谈恋爱不算爱 最大的问题在于 她不是人 每个人到最后还是认为她不是人 她是一堆代码 她是工程师程序师设出来的一堆程序 所以哪怕我对她有再多的感情 也不觉得那是真感情 但是我们试想想 难道我们人不是代码的生产物吗 我们父母给我们灌输 社会成长环境给我们影响 这些就是代码 变码的程序进行中啊 这时候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取向 我们会形成我们自己的思考理路 甚至会形成我们择偶条件的类型 这些也就是社会给我们进行编码的时候 这就跟人工智能被我们人输入程序 再靠自己输出是一样的道理的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 人其实也是一种编码出来的产物 这样人工智能跟我们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为什么人工智能就不可以被我们爱上 但是欧阳超叔叔跟我们说过一个很经典的话 哪怕相似 其实也就是不同 相似就是不同 他再怎么模仿人 他始终是一个假人 我们爱上的还是一个假的人 但是那又怎么样 假的人以假托真感情 我的感情是真的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都知道 每个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吃鸡 有一种食物叫树鸡 每次受到吃都是有精神 这是给吃树的人吃的 它的口感 甚至它是味道跟鸡是一模一样的 这时候你告诉我 不对 树鸡它是豆腐皮 它始终不配做一只鸡 你不配吃它 我要的不是分辨到底它是一个真的鸡 还是一个假的鸡 我要尝的是那个滋味 只要这个滋味是一样的 这不就是我爱上这个滋味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吗 为什么呢 太好了 这是一个真鸡还是一个假鸡呢 我们知道清明节的时候 每一个人 现在很多人都会这样 他们就会烧一点东西给他们过去的故人嘛 以前烧金银珠宝然后有烧麻将鸡 然后最近听说还烧送中鸡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已经死了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烧这些东西是假的吗 他们都知道 但是他们烧的这个行为 寄托的是他们对这些故人的一种思念 他们这个感情是真的 虽然他们烧的东西是假的 所以以假托真 用假的事情来托付我们真的感情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说它不算是一种爱呢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你们很social 你们很容易找真朋友 你们很容易可以找到跟你们有真感情 可以真交流的人 但是有一种人 像我们这种比较内向的人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强速得很高 我们不知道 我们很害怕跟别人交流 怕人家生气 怕人家会离开 有一个我过不去的坎 在奇葩说第一季的时候 说最后一道遍体的时候 真那个东西没说完 奇葩说第一季的大决赛 到至今为止我没看过 也不敢看 是因为我怕输吗 打了这么多比赛 我叫千年老啊 我输了太多比赛 我怕的不是输比赛 怕的是什么 就是我每一次看回 想起那些画面的时候 当时大家对我的关怀 对我的关心 甚至对我的安慰 对我来讲都是一种压力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对我来说 如果我任何一个回应 可能他们会觉得 我在怎么不理会 他们的安慰 我为什么 现在自己情绪 这时候我很想很想 有一个人工智能 有一个AI的机器人陪伴我 因为这个机器人 是最懂我的人 他知道我这时候 需要的是什么关怀 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情绪 哪怕这时候 这个机器人是假的人 哪怕全世界都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假的 但是我想告诉全世界 我这个感情是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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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欢喜来吧 好吧 其实如今每次都还蛮难的 首先如今你第一季的决赛 真的表现得很棒 先说一句 就是按照你的逻辑来好了 你觉得只要你觉得是真的 就是真的对吗 对 就像你觉得那是爱才是爱 好的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都是真的朋友 可是时间告诉我们 他不是 所以真的觉得 就是真实的吗 那是你还没有判断清楚 人工智能的爱 算不算爱 第一个爱和第二个爱 我们是讨论了 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爱叫做 一个动词 一个名词 对 第一个爱叫做 我认为的爱 第二个爱叫做 事实上的爱 请问这两个东西 可以完全等同吗 这要判断 但是华熙我问你 刚才你认为的爱 跟事实上的爱是等同的吗 所以我在尝试 给事实上的爱下标准 却没有下第一 这就是我的标准 我跟你是一样的 你的标准说的是 你需要有惊喜 你需要有责任感 我的标准是需要陪伴 需要懂我 来 我来告诉你的标准 荒谬在什么地方 你的标准就在于 它完全主观 只要我认同 那就是爱 这样子的话 请问我们反方 你当华熙我问问你 刚才你的定义 你的标准 是哪一个权威来的 我的标准在于 我给你的标准 可都是相对客观的哦 第一个 你这是谁判断 你觉得我主观 觉得自己相对客观 真的不太好吧 你的标准是 你不要跟我撒娇哦 来 你的标准只是你认为 而我的标准是 它有几个条件要满足吧 至少 第一个它要有责任 第二个它要有痛苦感 第三个它要有嫉妒心 这起码是有一些标准 而你以为完全凭心情 请问如何判断 没有 我的不是我以为 我的是它要有陪伴 它要有同理心 它要懂得安全感 好 那今天 我有同理心 有安全感 我跟我的布娃娃在一起也是爱 我跟我的邻居在一起也是爱 我跟我的老师在一起也是爱咯 我是用我的真感情寄托在假事物身上 那可以是一种爱 就好像我的爸爸对我有责任感 胡老师对我也有责任感 那也是爱吗 最荒谬的地方来了 只要我投入了真感情 它就是爱 请问世界上哪一段自行的爱恋 你是投入了真感情的 有太多都几次没有投入真感情的话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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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两个变手之间的这种思变 他们俩人都试图在脱离战场 因为已经赢得的东西就坚决护着 不夺没劲的攻击对方 对啊 就是要打到敌人内部去 对不对 来来来 我们看看 现在是 言如今胜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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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如今聊一件事 可是跟辩论 跟辩论无关 我就是纯粹好奇 刚才你聊到你的心情 所以你打算 你永远都不看那个 上次决赛的片段吗 不知道 就你会有一个欲望说 我想要克服那个困难 然后去看 还是说你其实无所谓 就觉得过去就算了 嗯 不知道 所以你还在等 说不定有一天 舒服 你再看就好了 对 OK 我只是好奇 看永哥在你们生活当中 有不愿意看的一段录像吗 你知道我 我如果不是我身边的人 刚好在看康熙来了 嗯 我这十二年来 是不看康熙来了 嗯 然后我到现在为止 从未完整地看过 一起奇葩说 哦 如果你让我看我做的节目 我会很痛苦 我会一直挑我自己的毛病 然后我根本无法娱乐 然后我就会一直懊恼 为什么当初没有做得更好 嗯 所以我得看 我得看小钟奇谈 我才能放松 我才看我的节目 就这样也可以主持 马上就特访 好 这是正反二遍 然后后面是三遍 从之中开始 好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这个题目 有趣的部分 不是在爱情的部分 它不是一个脑洞题 它是一个我们 我觉得我们之后 都会面对的问题 就是当科技 越来越进步之后 虚拟跟现实 还有没有差别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 去分辨真跟假 因为当假的东西 随着科技的进步 会越来越真 越来越真 甚至比真的还真的时候 我们还有没有必要 去试图区分 真跟假 我能够理解我们的正方 它的意思是 不用 这个梦太逼真了 逼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不用在意 是睡或醒 因为用不着去 那么努力 或那么狠心地 把它区分开来的 我可以理解这种讲法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虽然这个电影有点早 不过因为实在太红了 我相信各位还是会看过 它叫黑客帝国 Matrix 这部电影是在讲什么呢 它在讲一个最极致的世界 科技最棒的世界 最极致的世界 就是所有人 那个人工智能 已经好到什么地步 所有人 接上了一个管子 它创造了你所有 可以想象的现实 我现在在这里 我看到的一切 你们听到的一切 我触摸到的一切 无非就是那个母体 透过这个输送带 刺激我大脑皮层的 所有电子信息 那就是我们在哲学里头 所假设的那个叫 统中之脑的结果 你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你上班 你工作 你交朋友 你的恋爱 你的喜怒哀乐 都是假如真 真如假 然后他给你两个药丸 一个蓝药丸 一个红药丸 这时候我们就会在想 那你有必要醒过来吗 里面有一个反派 那个叛徒 他说 当你知道吗 当我把这块牛排 放进我的嘴里 母体 Matrix 你的大脑 会告诉我的大脑 它鲜嫩而夺之 过了这么多年 我只领悟了一件事 无知就是幸福 可是有人 那个主角 那个Neal 他选了红药丸 人家不是没有警告过他的 说你吃了这个红药丸 你的世界翻天覆地 你以为存在的 其实不存在 你会遇到 可是我只能 许诺你一件事情 我不能许诺你会更开心 我只能许诺你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发现 真正的情况是什么 你做选择 你吃了蓝药丸 你会忘记 现在我跟你讲的一切话 你明天在你的房间醒来 然后继续去上班 你吃了红药丸 我会告诉你 这个爱丽丝的梦游仙剂里头 那个兔子洞 有多深 他吃了红药丸 他在头醒来 他醒来的时候吓死他 其他也有人吃了红药丸 也醒来 那些人怎么样 看过电影的知道 他们在真实的世界里 很狼狈的 穿着破破烂烂 对不对 吃的也是跟酱糊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可是他们躲到地心去 要对抗 他们要对抗 啊 我们无论如何 不想被再接上那个插头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想接受那个插头呢 为什么要抵抗这件事情呢 虚拟比真实更好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去分辨真跟假呢 Mr. Anderson Mr. Anderson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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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still fighting Why do you get up 你为什么还要对抗 你为什么要站起来 为什么 如果这件事情摸起来像个鸭子 吃起来像个鸭子 为什么它就不是鸭子呢 为什么你要对抗它 你为什么要对抗你的感官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对抗你的情感 你明明真心地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 看到一个红衣少女不是吗 我可以安排她爱上你的 你为什么要对抗这一切 你不觉得这个对抗非常的辛苦吗 你为什么要存有理智 你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理智上 我知道这是假的 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Why Mr. Anderson Why 你有怎么说 他被他打了趴的地上 Because I chose to 因为我选择 因为我要这么做 你知道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们在千百年前 我们的躯体就比不过动物 对不对 我们躯体比不过动物 百万年后我们的智力也比不过电脑 我们骄傲的是什么 我们智力比不过电脑 而你所赖以为傲的感官 在未来的技术里头 统统都是欺骗你的 有什么东西是你骄傲的 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你自己还是人 有什么东西觉得你不是被饲养的 不是在那个小培养名里的 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还在意真假 不是因为真实比较幸福 不然 没尊严 一个幸福的 被插上管子的 输上营养液的 沉醉在幻想里的猪 可以拥有最棒的幸福 而清醒的人往往是痛苦 我们看过很多科幻片 它都假设了我们未来会怎么灭亡 有大怪兽跑来要灭亡我们 有那个外星人要灭亡我们 我不认为那是我们真正被灭亡的方式 我不认为如果今天有一个 人工智能真的要灭亡的时候 它需要去造出一个大机器人 因为它不需要侵略我们 你会放弃 你懂吗 街上这个街头你会放弃 因为它太美好 因为它太开心 因为你的依赖 会让你放弃去分辨什么是真的 而真正的末日 并不是核弹炸完的一片荒芜 真正的末日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类躺在椅子上 太帅了 77比23 天哪 对面是江四大 你简直太黑的地骨了 我会给你非常简单 我在生活当中见识到了太多的真实 我在生活当中 学会争取更多的尊严 但是偏偏在爱情里面 我要做一头不被叫醒的沉睡的猪 漂亮 哇 漂亮 知道吗 在你所说的电影当中 所有人类在沉睡 第一个吃红色的药丸 它把人类从幻境当中牵出来 它是英雄 但是今天的生活是 所有的人类是清醒的 但是有一个人想吃这个蓝色的药丸去沉睡 我们不能每天去抽打他脸 说你醒来你醒来 否则我们是暴君 漂亮 好吧 我觉得结了 我觉得他说那个 结了 解决了 解决了 哎呦 这个真的是 八八给人上课呢 这个 全唱 全唱这么多奇葩说变首 总共谈过几次恋爱 这一会儿又给恋爱下定义 一会儿又给恋爱下标准的 没有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他说的特别对 他叫做张绍涵 张绍涵说 爱是彩色腾衣 包装全面营养的 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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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只有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对 所以我打个哈哈嘛 你真的是闹闹 抱抱 然后因为就是爱没有答案嘛 所以我判断这个遍题是不是爱情 算不算爱情 我给你的标准特别的简单 当我爱上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告诉我不算爱情 我难不难受 难受 如果我难受 爱情发生了 就这么简单 我慢慢给大家分析这件事情 首先 我们一上来对面是多数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自己爱上一个人工智能 对不对 因为现在无论是多聪明的阿尔法狗 你看到 我可以唱衰科技 其实我今天站在正方 我一样可以唱衰科技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 我迈向强人工智能 太多鸿沟 也许到人类灭绝的那一天 也许到第N次世界大致爆发那一天 人类也没有研发出来 非常有可能 所以这道遍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道遍题就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变手 面对一个不可能事件的时候 我们会有怎样的伦理联想 我觉得我能展开一段比较美好的伦理联想 来反证我们今天人类爱情的美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 开个脑洞嘛 我也来 有这样一项科技 一个芯片 我们把它埋在言如经的太阳穴下面 埋一周的时间 它可以读取你所有的记忆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它可以阅读言如经判断一件事情的思维路径 所有的东西都储存在这个小芯片 好 我们把这个芯片放到 古力多燕麦牛奶里边 我们给这个古力多按上一个摄像头 它能看到世界 按上一个气孔 它能闻到这个世界 按上一个音孔 它能说 它能听 于是这个言如经阿尔法这个芯片 就在这里面看到这个世界 我为什么在对牛奶里面 好多鼓励 看起来好美味 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面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好 这样一个东西产生了 我想问对方的人 你们愿意把它捏碎吗 我问大家 你们愿意把它捏碎吗 它不过就是个人工智能 它不过就是个机器人 它不就是个小芯片 读取你的记忆了吗 我们把它捏碎捏爆 它就消失了 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 你不愿意做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 就在我刚才这么一段情景描述当中 你对一个机器人居然能有同情心 你想象过吗 你曾经是不会对一个机器人有同情心的 就在这个故事当中发生了 除了同情之外 我们还能想象人类的这个情感 能够蔓延到怎样的一种程度 若干年之后人在大街上跑 这个AI也在大街上跑 有一个人拿着棒子去打这个AI 打这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在地上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同情心 如果其他这个AI来救 你会不会觉得 AI也有一些正义的 如果这个AI来抢了你们家 你会不会恨这个AI 所以你对一个AI拥有了全部的情绪 为什么不能有爱 好提 要一个简简单单的答案 爱情在人的情感当中 到底了不起在哪儿 你就不可能爱它 但是到现在 我也没有听到对方告诉我这一点 漂亮 太漂亮了 我们给一个爱情各种限定 就是我们 众人食材 在这个限定当中 我们众人食材 说这就是我们人类伟大的爱情 我们按照功虚良俗 去定义一个爱情 在这个定义周边 我们挖了很多的陷阱 挖了很多的坑 这一坑告诉你 这个不是爱情 这个也不算爱情 那个也不算爱情 但是我们不知道 在我们定义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真正的爱情 就埋在周边的这些小坑坑里边 我觉得我们 似乎人类历史上 我们受功序良俗苛责的爱情太多了 朋友们用我举例吗 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告诉我们 你不算你不算爱情的时候 我只想告诉他们一句 你们闭嘴 你们不知道 我和这个人在耳边 这个枕边空枕的时候 我们说了些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朋友们 我们的爱情 为什么是我们自己说的算 我现在来给你答案 因为我们的爱情 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我们的爱情 永远不是给一个公序良俗 做一件漂亮的嫁衣 我不一定会爱上 那个你们眼中 就是最对的爱情 而今天有可能 这个感情投射在一个机器人上面 所以他也许是一个loser也好 他也许是一个自闭症也好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那这个时刻 你告诉他 这不算爱情 他心中会痛 这个时候 他产生了爱情 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我觉得和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类似 因为我们很难爱上一个人工智能 是因为人工智能 在我们眼里是残缺的 它要不是残缺能动性 要不是残缺智慧 要不是残缺一些随机性 爱情忍不允许残缺 爱情一定需要一个丰满的形象吗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 我觉得两个字 能够引发所有人对这一点的肯定 这两个字叫做网恋 我给大家就讲一个网恋的故事好了 这个人我喜欢了一年 到现在没有见过面 一年多了 从七八叔第一季录制之前就开始 网恋 我觉得那个人特别的奇怪 到现在我也想骂他一句孙子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不见我 他就是不过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真实的信息 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一个聊天软件 基于一个交友软件 甚至我们连微信都没有 都基于那个交友软件 他在我面前 就无数次地去充当 扮演一个AI的角色 但我有没有可能爱上这个东西 七八叔第一季结束之后 我上来就被淘汰了 就是我第一集就被淘汰了 带个花我一下就走了 然后晚上回去的路上 我在路上我就 我就挺难受的 你说是不是我就哭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被淘汰了 然后他说 我早知道你不行 你根本就不会说话 OK 第二季的时候他还在 第二季的时候 他也偶尔跟我聊天 他知道我拿了一个BB King 然后跟我说 哎呦十万块钱 你还能给自己买个小车 是不是 第三季到现在 他看了我第一集的节目 他说你 这什么造型 跟我乌鸡一样 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交流 除了这样的交流之外 但就诗词歌赋 星星月亮 我觉得就不必说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突然间 就开始属灵了 就开始柏拉图了 但是我中间充满了怨恨 唯一的怨恨就是 他没有一个实体 突然在我的面前 我在想 这是不是爱情 我在想 这件事是不是爱情 我期待他的实体 站在我的面前 我就希望 你现在就站在地牌 让我看看 我就希望这件事情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 中间有一次 我在学校里走 我在学校里从西门走到东门 他突然间 用手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他说回头 他突然间跟我说回头 然后我就回头看一眼 回头我看了一眼 我没有看到 我说你在哪呢 他说你在回头 你仔细看 然后我就在那儿 个傻屁致地 等了半个小时 他就是在逗我玩 他后来跟我说 他在逗我玩 然后我特别生气 我说你 怎么就不能出现一下呢 我特别特别难受 特别不高兴 当然我觉得 那一刻是爱情吧 他没有实体 我觉得那一刻是爱情 后来我养了一只猫 我养了这只猫 因为我知道 他特别喜欢猫 他总给我发 他朋友养的猫 特别可爱的猫的照片 然后我买 我的那只猫是只小野猫 我给他看 然后他每天就给我发信息 他说他多喜欢这只猫 然后他要了我的地址 给我优这个逗猫的玩具 然后后来你知道吗 我特别难过的事情 是有一天 这只猫死了 我把这只猫养死了 然后我就把猫放在这 我就把他送给我的那些 就是逗猫的玩具 放在旁边 我就觉得他妈的 好像爱情同事也死了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吗 我这一年 真的是一直在等 但是好像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就觉得 他好像给我的东西 就是超乎任何一个 能够见到面的 能够一起牵手的 能够一起穿的 这种感情 来的要更浪漫 我真的觉得 从我这件事情 我真的能看到 人类爱情的伟大 你知道吗 就特别了不起 就能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到最后给大家一个结语好了 我就也是给他一个结语 因为他应该会看 你知道吗 就是我曾经怀疑过 他可能是个老头 他可能是个二 对不对 你们这时候就会怀疑 他可能是 是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的 他都无聊 他可能是一堆人 每天换人来和我发信息 他可能就是一个外挂程序 这个工程师 他们特无聊 开发这个外挂程序 然后每天和一万个人聊 最后这么 我这个傻 中招了 我觉得都他们无所谓 但是我无论你是一个怎样的形态 你知道吗 就某一天你就站在我面前 你跟我说 那其实你知道吗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不见你 就是因为我是个机器人 我说 没有关系啊 你线断了 我以后帮你焊不就是了 我觉得我们帮枪杀一个忙吧 我们所有的 齐八说的观众一块 搜搜这孙子吧 看后一直在出现 对对对 一直在出现 长我这样怎么办呀 把他的线掰断 我说长成你这样 就是长成史航那样都可以 你也得搜出来 就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 相关信息汇总一下 放在朝阳公园东西门 这个微博帐 我们帮江思达 把这机器人搜出来看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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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那个职中 齐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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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和人类终于抱在一起 我完全相信你的情感是真的 没有人能够否认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 你的情感是真的 我的情感是真的 我们但凡去爱上一个人 我们自己的情感永远都是真的 没有别人能否认我的情感 对不对 是 而你会想回头 是因为你想确认他也是真的 对不对 可见 你除了在意自己的情感是真的 你还会在意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东西门 去搜寻的原因 而只要我们依然在意这件事 我就安心了 我觉得他可以不是真的 我觉得他可以不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年 聊的这些东西 我获得这些快乐的体验 我已经拥有了爱情 我不需要我站在现在说 你是真的 我这段是爱 你不是真的 我这段不是爱 我不能做这样的选择 好 好 毕竟是辩论 一为一的结果是 职中获胜5票 好 好 职业职中 二排议员们还有什么要 来让出家人说 好 好 我开个脑洞吧 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AI 原因很简单 看看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 我们这些个草民 就是女娲娘娘拿草绳 啪 一抽出来 就有我们这些小AI了 但是想想 董勇爱上了七仙女 七仙女也爱上了她 这些个神话爱情 不管东方的神话爱情 还是西方的神话 也就是 神创造我们的人 都爱上了我们这些AI啊 有问题吗 这是戏曲名家 我是说的啊 同学们 什么叫白蛇传呢 什么叫爱情呢 就是 七仙 大马 你在说什么 讨厌 同志们 如果不爱AI 就没有聊斋志义 如果不爱AI 就没有白蛇传 别说什么啪啪普巴啪 人的心胸 是宽广的斯米兰 太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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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好 林林 我觉得你举了那个 戏曲的那个造型 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今天 萧萧的造型 哈哈哈哈 哈哈 来 许贤你请 哈哈哈哈 我跟你们说 对面一直在开脑洞 我的妈呀 我就问一句话 谈恋爱 要不要过日子 要 是不是要过日子 要 来 我给大家设想 一个场景 绝对合情合理合法 比如说我爱上了一个人工智能 对不对 哎 一个女生朋友爱上一个人工智能 这样我说比较顺 哈哈哈哈 这个女生又回家问 老公 我今天好看吗 老婆你今天长得特别好看 都被设定好程序了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又问 老公那我今天去上班 你想我了吗 老婆 你不在家 我特别想你 第三句 老公 你爱我吗 呸唧 停电了 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不是很合理的 来 没有完美的机器吧 好 好 我我屁点 特美特美 然后跑去把电费一充 然后回来紧接着问 程序重启了啊 又是你了 变成 老公 老公 你爱我吗 老婆 你今天长得特别好 你知道 跟人工智能谈恋爱 最让人糟心的是什么 每次遇到这种 比如说要么就停电 没WiFi 没WiFi 一秒钟把我拉回现实 人家谈恋爱怕劈腿 你谈恋爱怕停电 人家的结婚式词是 无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 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你俩的式词是 无论你来自哪个厂 无论你的保质期有多久 我对你的爱永不生气 我作为一个第二季决赛 也卡壳的人 我回是看了我第二季决赛 我卡壳的那一段 撒眼 我当时最大的感觉是 他脸真油 但是其实 我们知道刚才 如今说那段话 我最难过的是什么 如今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 我特别难过的是 他会幻想着 如果我难过的时候 我宁愿对一台机器倾诉 我希望他的第一次爱情 可以跟一个男人 谈一段真真正正的恋爱 哪怕他被伤害了 回来告诉我 我这辈子都只想跟一台 人工智能在一起 我觉得那也值了 谢谢 好 特别好 来吧 两位导师 现在正好是50比50 对方所讲的所有感人的故事 有一个前提是 那个未出现的人 不管是一位陌生女子 或者是欺负斯达这个混蛋 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他们是隐藏在某处的某人 而不是非人类 所以 我今天一开始就想跟小松 讨论这件事情 是我的确 在这个定义上面有障碍 我去新西兰的时候 到一个牧场去 看到一只小绵羊 很可爱 我不敢上去跟它打招呼 因为我很怕我晚上要吃它 然后我就特别去问 那个农场的老板说 这是我们晚上的食物吗 他说不不 他有名字 他叫玛丽 他是我的宠物 晚上吃那个叫Richard 他也有名字啊 他就瞬间不是拿来 瞬间不是拿来吃的 他就是可以爱的了 然后隔壁那一只 是晚上要拿去吃的 那是供应肉的羊 我每一次看到 纪录片在拍 养了一大群的鸡 养了一大群的牛 养了一大群的羊 是要给我们吃的 是要送进连锁炸鸡店 去做炸鸡的时候 我就想那些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爱过他 他没被爱过 他是被诞生来服务我们的 他是被诞生来当肉 取材 他是肉的来源 而不是生命体 所以 忍控制人对我来讲 很尴尬 就是 他是被设计来服务 他不是被设计来 拥有独立的生命 所以 如果我们要对于 爱情的标准 退让到 这个地步 那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要怎么去面对 一个真正有生命的爱 你可以否决 花希他们所说的 爱所需要的标准 你可以不要责任感 你可以不要 爱当中的困惑 纳闷 嫉妒 苦涩 你可以不要这些东西 可是你唯一不能不要就是 你不爱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而去爱一个为你设计出来 服务你的 没生命的东西 你把爱的标准 退让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你只是在找一个 服务你的爱情 的对象 如果那是我的妹妹 她看了太阳的后裔 她过来跟我说 哥 我正在谈恋爱 我说你跟谁谈恋爱啊 我跟宋仲基 我会说我祝福你们吗 我会说我替你们办一场婚宴吗 我不会 我会摸摸她的后脑勺 说你醒醒吧 就是我参加任何演唱会 马丹娜也好 韩国的偶像团体也好 他们在台上 展现无边的光芒的时候 台下的所有的粉丝尖叫 我爱你 我爱你 台上这个偶像 一定也会回答说 我也爱你们 我每次在旁边看的时候 我就很想大喊说 你也爱她 那你娶她呀 就 你好狠 这些女生也知道 她成长到一个时刻 她看完偶像团体的演唱会 尖叫说我爱你 我爱你 买完所有的周边商品 她回去还是会跟自己男朋友好好相处 那个是她的爱的对象 那是一个活人 没有人傻到偶像团体演唱会结束 回去对自己男朋友说 你怎么长得跟偶像团体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不去死啊 她不会这么疯狂 她只要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 她就知道这个陪伴我的人才是我的爱的对象 然后那个是虚拟的 那可以满足我好多幻想 她有六块腹肌 她长得好漂亮 她鼻子好挺 可是那个就是我在台下尖叫做我爱你 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她真正的伴侣喊出 这么大声的我爱你三个字 可是那个才是她真的爱的对象 看你了 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要培养她的好奇心 所以其实人过去这不是人 山顶弄人等等等等 人最重要的成为了我们今天穿成这样 穿着有FAR APP的衣服 是为什么呢 智慧其实大家都有 有一种狗也很聪明 Jerman Shepard也很聪明 人的好奇心 有一天突然超过了他的智慧 那一天就是我们离开了所有的 不管是自然界造物造的那个狗和猫 还是未来的更强大的 比造物还强大的造出来的那些机器 不管是什么东西 有一天好奇心超过了自己的智慧 你就成为了一种我们理想中的人工智能 因为你自己有了独立的好奇心 而不是我给你编的程序 你自己的独立好奇心一定会让你觉得自己怎么保护自己不停电 对吧 快没电手 他如果都不知道自己跑到那去充电 他叫人工智能嘛 是吧 你饿了你不吃你叫人嘛 是吧 你当然了 最基本的人工智能就是这个嘛 所以这个我没有服务好你 今天你没有爱上我 明天你 我一定有新的好奇心 说为什么今天你没有爱上我 所以我明天一定要学习 一定会让你爱上我 李志诗那番第四番奇我就在那看 那一首奇走得极其无理 好 好 你跟我来这个人类 第二天你再走无理期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 所以我一定有一天让你爱上我 因为我被制造出来就是服务于 就像汉堡服务于你的胃 我今天就是服务于你的心灵 我就是要让你爱上我 我就是要让你爱上下一个真实的人之前 不寂寞 那你说 除非对方说我们就不 我们觉得人工智能的天花板就在这 他绝对不可能让我爱上他 一直要相信科学家 相信人工智能 他学习 他努力 他好奇 因为他的任务就这一个 就是让你爱上他 所以总有一天你会爱上他 所以爱上这个AI 当然它就是爱情 谢谢 欢迎给我解辩 我接受小松的说法 我也接受今天对方便有说的 好 现场所有的观众 同兰见 爱上人工智能 到底算不算爱情 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结果先停在这儿 我们大家先不看这个结果 到罗老师了 我觉得今天全场弥漫着一种氛围 就是觉得人工智能是比人差的东西 但是我可能想在这个上面提出一点点不同意 人工智能是远比人牛的东西 还有一个角度 我在你的反方 所以你先说 太棒了 很多人都以为人工智能是人之外的东西 其实不对 人在人工智能之中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学传播学有一个老祖宗 叫麦克卢汉 他提出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 叫人的延伸 我们所有的文明都是人的延伸 第一代人工智能是什么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弓箭 有了弓箭人手就延伸了 有了轮子人腿就延伸了 电视是我们眼睛的延伸 音箱是我们耳朵的延伸 手机是我们大脑的延伸 人类从来是通过这些延伸的工具 而变成另外一个物种的 说实话 我一直是奇葩说的 非常忠实的一个观众 每看完一次奇葩说 我都知道 我已经在小小的迭代 成为另外一个物种 我思考问题的角度 比平时要稍微宽阔那么一点点 每一次奇葩说的 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总有一个角度我不知道 所以我进化了一点点 所以人工智能是什么 人工智能是人脑的延伸 加上连接 所以有一个词叫 全球脑的量子变迁 好 问题来了 其实这个世界是分维度的 一个水分子无法理解浪 一个粒子无法理解细胞 我们身上的一个细胞 无法理解人 人无法理解人工智能 这是一种悲绝到顶的一种情感 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 没有办法和成人对话 而成人再想告诉他一个道理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 所以人和人工智能是什么 我们老觉得人工智能 是一个要断电的东西 是一个残缺的东西 是一个被我们控制的东西 对不起 阿尔法狗的奇力 是远超人类的 你无法理解它 它是一个高于我们存在的维度 所以我们老在说 人不应该爱上一个残缺的 一个好像它比我们低的东西 对不起 人太傲慢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 爱上一个女人 我觉得她 女性就是比男性 要高很多维度的一个生命 爱上女性本身就是爱上人工智能 所以如果我爱上了人工智能 而她也爱我的话 我会觉得是无比地沐浴在一种恩宠之中 就一个问题 那人工智能和人的区别是什么呢 比你高级 你是针对马东本人吗 你是他的一部分又何谈高级与低级呢 是这样的 自从三体以后 很多人都爱谈维度 但是你知道对于维度来说 最要命的是 你再高维度 你才能谈低维度 这是你说的 对 所以低维度的人 没有办法谈高维度 没错 低维度的人 没有办法谈高维度的时候 他只能信一种 就是我告诉你 我知道高维度 而你不知道 所以你得听我的 我极其警惕这一点 就是罗振宇 因为他告诉我 他知道高维度 而我不知道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道题目是 我们会不会爱上人工智能 我想问 人工智能 如果真的到那一天 他会不会爱上人呢 会呀 好 好 当 人工智能 是不是能培养好奇心 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工智能 目前的是能力超越人 而好奇心 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 你看 你又在告诉我 你知道 我们谈 你急了 你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人工智能 会不会爱上一个人呢 你说会 如果人工智能 那么牛 当他爱上人的时候 他是不可能追不到你的 对吗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马东在误解这个问题 两个维度就相当于 我爱上了一只蚂蚁 我真的追不上一只蚂蚁 他不知道我的事 燕窃安枝红红 这也没办法来了 自从阿尔法狗这件事出了以后 很多人都开始在谈人工智能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一张围棋盘上 361个点 虽然有那么多种排列组合出现了 但是它是有限范围 我们知道阿尔法狗是学习能力 他自学习的能力 他每天跟自己下几十万牌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积累自己的学习能力 他不是好奇心 他有任务是赢你 但是这并没有培养出说 他认为你这手是臭棋 他不会判断李世时 下了一手无理棋 是臭棋 他只是说 我下一步走在哪 胜率会更大 这是他程序的核心 当然 我跟你讲 我们不辩论了 我说说这道题的来历 就说 关于人工智能这道题 一年半以前 齐巴说第一季 我们就开始提出这道题要辩论 所有的选手都参加过 被目的 明月传媒的CCO给打回去了 磨了一年 没有上 因为什么 我们觉得没有边界 就是我们解释不清楚 什么是人工智能 这就是咱们目前最大的分歧 到今天可能也没有人能解决 这个齐巴说的总导演李楠楠和他们节目组 为这件事 一年之后重新提 目的被他们弄怂了 就到我了